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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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过的星辰如亡 光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身月光光 能否待她 伤的心归佳 愿做她掌声的名主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她掌声的名主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 写起碧雾 留下无悔的轻松 愿做她掌声的名主 写上我纯真的祝福 写上我纯真的祝福 绽放半世的光束 刚才口水没倒过来 一下子噎着了 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 还想蒙我 手拿过来 什么都没有啊 手拿过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啊啊啊啊 弄我吗 哼 你还想抵赖吗 嗯 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啊 来人呢 等一下 下 刘嬷嬷 您忘了 我呢 可是中堂大人的 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 你以为 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 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 中堂大人 怎么会判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 你既然那么嘴馋 又担心挨饿 那我就罚你 今天闭门思过 不 谁都不许给他吃喝 什么 啊 真是 记轻轻的 确实 确实 冤判大人 晚辈已将灵芝分好 请大人检视 嗯 年纪轻轻 有如此造影 实数不简单哪 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 日后 还要仰仗大人 多多关照 好 有真才实学 不骄傲 李太医 前途不可限量啊 还好还有一颗小餐 好好吃 但是还是好饿呀 我要饿死了 饿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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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丁丁宝吧 不是吧 哎呀好饿呀 好饿呀 饿死啦 啊 啊 啊 烤鸭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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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好饿呀 这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 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 龙小弟啊 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 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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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 人呢 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 不对不对 他那么聪明怎么可能呢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大哥 大哥 我饿死了 一二三 中了 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 走着 生鱼片 陶姨陶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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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 吓我一天 陶姨陶姨 你还说是不是 行 看我怎么教训你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师父没教过你吗 过从口出 被我逮着了吧 走 哎呀 进宫就要少说话多做事知道吗 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 郭枣 不许再说了啊 喂 不是吧 不是吧 我没杀你啊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哎 你醒醒 你 醒醒 不是吧 我 我把你给憋死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 要不然我给你念金刚经 超 超度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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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咱们楚秀宫里为了几年的鹦鹉 居然不翼而飞了 养在池塘里的锦礼也少了一条 说吧 谁干的 知道吗 知道吗 蒙蒙 玉兰容会秀和 早晚出去吧 玉兰 容会 秀和 你们出来 昨天晚上 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 去哪儿了 秀和妹妹半夜要小姐 夜里黑 她一个人害怕 我和荣慧陪她去的 只是去小姐 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 顺便偷个鸟 抓个鱼什么的 莫莫名剑 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 可是除了你们三个 就没人离开过房间 不是你们还能是谁 来人 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 这打到招了为止 莫莫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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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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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昨天除了他们三个 还有人离开过房间 谁 我 你 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 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 是啊 我闭门思过了 我一天没吃没喝 但是我总得拉撒呀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 我不便发问你 这批秀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了 准是你昨天饿了一天 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 捉嘴得拿脏啊 我有没有冤枉你呢 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不过这楚秀宫呢 夜里会啰嗦啊 外人进不来 里面也出不去 我还就不信呢 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一块给吃了 来人哪 给我搜 折 老东西 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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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萌萌萌 没有 刘萌萌 我 这个丝帕是你的吧 人赃俱在还想抵赖吗 您看看您看看 这被发现了 不过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啊 我是路过 我就看着这只鹦鹉 想偷吃那条鱼 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 我就拿我那个丝帕 往它脸上一捂 没想到 没想到它就死了 到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跟我口吐妄言哪 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二十大板的 看你如此顽劣 担三十 得 哎 等一下 刘萌萌 您别忘了 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哪 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行 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 拖出去 打 折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 慢着 刘萌萌 刘萌萌 可否借一步说话 这个绣女 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 就替她说个情吧 左儿个皇上赏赐我很多珠宝玉器 只是这个镯子 我戴着太大了 想来这大小啊 正适合摸摸你呢 那就多谢厉鬼人赏赐了 今天这事就看在厉鬼人的面子上 我就不追究了 那就多谢嬷嬷呢 这个绣女有些不懂规矩 不过长得嘛倒是挺可人的 嬷嬷不如把它交给我 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 厉鬼人你亲自调教 那自然是一小主的福分了 义欢还不谢过厉鬼人 义欢谢过厉鬼人 学姐姐 师父们真的不应该把你安排进宫 这大清的皇上是咱们最大的敌人 你却要委屈求全委身于他 一想到这儿 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你也别太怪师父们了 他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尽快找到铜侠 拿到藏宝图和义士名册 壮大咱们联盟的力量 可是这是牺牲了你一生的幸福啊 个人的幸福 比起光复大明的大业 不足为道 更何况 我早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就能生亡 爹 如果不是六师傅收养我 我可能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了 我跟六师傅名为师徒 实则亲同母女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少年 梅花门就遭到了血洗 这些人都在冰天 姊哥 快走 爹 不能走 我要跟你一起走 快在清城最早进来 为我没换门报仇 爹 爷爷 我们跟你一起走 爹 走 爹 爹 那个时候 我年纪还小 什么都不懂 六师父告诉我 那些杀手 全都是清廷的走狗 凡事不归顺清廷的武林门牌 全都遭到了血血 这么深的血海深仇 让你一个弱女子来报 实在是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我还不是一样吗 咱们明珠谷长大的孩子 都是同样的命令 就连你和大师兄 你们一个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一个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 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 不也冒着险 潜入这紫禁城了吗 可是我不一样啊 我进宫是为了引起 康熙跟傲败的内斗 只要一旦得手 我们就可以撤了 可是你要一直以身势敌 留在这紫禁城里 直到找到铜侠为止 你也不用太替我担心 我一进宫 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我跟六师傅 正努力在宫中 收买耳目 拓展资源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铜侠 完成任务 徐姐姐 从小我就觉得吧 大人为什么总是宠明 给你贵重的首饰 好看的衣服 孤里牛羊挤的奶 不给我们喝 却给你泡澡 原来是想把你养大 送进宫里啊 我小时候实在是太小心眼了 居然还会嫉妒你 义幻 那个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 难免会争大人的宠 以前 犬骨的人都宠着你 可我一进骨 大家却更宠爱我了 换作是我啊 我也会嫉妒 但现在你都知道了 在师父们的心里 最宠爱的人 始终都是你 薛姐姐 你放心吧 我跟朱哥哥 已经进了宫了 而且 我还结识了皇上的心腹侍卫 叫做龙三 我们也会想尽办法 帮你一起找到铜侠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起 离开这个龙潭虎穴了 好 我们一起努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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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姐姐 你看我这个 好看吗 走得还真稳 爹 薛姐姐 薛姐姐 那不是我爹吗 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 那不是你爹 那是李德福 李公公 大年总管 厉可人吉祥 李公公安好 嗯 圣女李一欢 给李公公请安 薛姐姐 你没骗我吧 那 那个太监 真的不是我爹啊 他真的不是 我刚进宫的时候 一看到他 也把我吓一跳 差一点把他错任成大事 可我再多看几眼 就看出了差别 大师傅 为人严正 心地坦道 脸上的神情 总是很严肃 喜怒 都能看得出来 而这个李公公 却是个 深藏不露的笑面虎 你永远也看不出 他心里在想什么 怪不得 你都被封为贵人了 他对你好像 还不是特别的恭敬 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 这李公公啊 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 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 再加上 升得太皇太后的宠幸 所以啊 后宫的嫔妃们 都特别巴结他 连皇后都不例外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欺品贵人 他自然不会把我 放在眼里了 怪不得呢 这个李公公刚才 还对你打声招呼 跟我连礼都不理 欢啊 你以后见到李公公 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 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 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 别人在背后害你 你却一无所知 那岂不是很危险 这皇宫简直不是人带的地方吗 你啊 从小一向在外面也惯了 如今也身不由己进了宫 还真是难为你了 你和你那个结拜兄弟龙三 联系上没有 别说了 根本就没有 我们这个刘嬷嬷 简直不是人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逃脱他那些眼线 我只好让朱哥哥帮我去联系了 那就希望大师兄 能够联系到龙三 让这个龙三 在皇上面前帮你周旋 这样 你还能安全一些 不然以我现在的身份 也保护不了你 雪姐姐 六师傅 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皇宫的厉害了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让雪姐姐 六师傅 跟朱哥哥为难了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 你说的话我们可不敢相信 但愿吧 但愿啊 你能老实一点 皇祖母极小 得了 不必激礼 皇后 来坐吧 谢皇祖母 你们都退下吧 皇祖母 皇祖母 出了何事 爱家刚刚得知 这批秀女中 混入了敖拜的奸细 奸细 爱家是警告过她 以为她会收敛 没成想 她更变本加厉了 爱家要是不给她发发威 看来她真是把爱家当成一个 没有用的老太婆了 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 被院盘大人留在院中执意 没能找到机会出去 这几天夜里 我悄悄潜入御花园 每次等到半夜 都没能见到龙三 她会不会跟你一样 被派到某处职守 没有机会跟我对家 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问了那么多人 都没有人听说过 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 不是 他跟我说的 他不会骗我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你没什么江湖经验 跟他交往又不深 他未必会真心对你 可是我们是拜了靶子 他不会骗你 他不会骗你 你也会骗你 他不会骗你 自己真实的身份 都怪我 每次跟那街头 都在京城第一酒楼 什么都没顾上 光顾着吃了 都没打探出 他到底什么身份 这个龙三 肯定是宫里的人 究竟是不是御前事为 就很难说了 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 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 我再找人 四处打听打听吧 我让雪姐姐和六师傅 也帮我打探打探 从昨天开始 康熙那个小色皇帝 就开始挑选秀女侍寝了 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 在此之前 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 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 好好周旋 好 你最好画一张 龙三的画像给我 我拿着画像去打听 好 今天晚上给你画 明天找机会给你 好 算了吧 太皇太后 绣女复查荣惠觐见 荣惠给太皇太后请安 太皇太后吉祥 抬起头嘞 是吗 玉兰姐姐 她们这是怎么了 荣惠姐姐她 荣惠姐姐怎么了 她昨天不是被教去失寝了吗 她可是这批绣女当中 第一个被教去的 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 她 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惹怒了皇上 被太皇太后刺死了 惹怒了皇上 被太皇太后刺死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对了 今天晚上 绣和姐姐也去失寝了 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 能不能好一点 我的天哪 我 我还是跟您先画画吧 来 朱哥哥 康熙那个小皇帝 简直太无情了 刚刚临行完荣惠 一转眼就不认人了 任由太皇太后 就把她给杀了 真是半君如半虎 也不知道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 我们要尽快想办法 找到龙三 龙三的画箱呢 全是 怎么这么多 我有点不太确定 自己画得像不像 我就多画了就来 你这画的 都是龙三 对啊 这张 鼻子像 但是眼睛有点小 这张呢 这张眼睛画大了 下巴也不对 这张下巴像 可是眼睛有点小 这个眼睛还行 但是脸盘子有点大 反正它差不多 你自己看嘛 环妹 以前在鼓里上课的时候 就叫你认真一点 你就是不听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好了好了 别说我了 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 看来 我还是去御花园 碰碰运气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 你去吧 好 颜色花园 唱我 只要宣传 播放 杨合作 口哒 和海 结婚 中文字 作曲 后 只是 لى 欢 看来 想 吸 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方清卷 回首一生 路漫漫 天与离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世幻颜 书几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间 谈千秋 万世广 心间 谈万世幻颜